在去年一段时间的忙碌以后 我发现我的声带出了一些的问题 不但在唱诗歌的时候 有破音 而且讲话也沙哑 但是没有注意到它 这样的一个断断续续的这样的时间 直到一月 我发现我的声带越来越严重了 到二月的时候 到绒种的喉科去看病 医生诊断说 我的声带红肿 而且是避锁不全 要我先做语言的治疗 刚开始跟语言的治疗有去配合 可是因为服侍跟小组的关系 我就间断了 直到四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发现我的整个的声带 发不出声音来 这个时候经过一个教会的姐妹 带我到国泰医院去检查 医生检查过以后 就跟我说 叫我两个月都不能说话 因为我的声带完全的都红肿 而且要戒掉咖啡 这样当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叫我不能说话 是非常难过的事情 要叫我戒掉三十年的咖啡 我觉得这非常的痛苦 因此想到三月二十三号 海凯斯在先知来为我服侍的时候 他曾经有对我有一段这样的 预言先知的话语 他说主要赐给我医治的恩赐 并且赐给我信心 让我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恩赐 去医治人 去为人祷告的时候 必有神迹出现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就去参加教会的 医治团队的操练 于是我参加四月二十三号晚上 熟灵牧师他们带领的 教会的医治团队 那天晚上我们就分组开始的 一些的操练 小组们就在操练 长短手跟长短脚的操练 当时我戴着口罩 是让自己不要发出声音来 可是没想到姐妹们以为我感冒 他们大家就很热心 要为我来医治做祷告 当时我的心里面说 不是不是 并且摇手跟他们讲说 不是感冒 可是他们就开始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然后上帝 天父上帝的慈爱和权柄 圣灵的大能跟恩高 等等的来医治了我 当时我心里面就呼求主说 主啊不是 可是当下有个声音 就在我的耳朵旁边说 你回去就知道 当第二天我回去 我发现我的声音 我的声带开始可以出声音了 当下我就常常就用我的手 去摸到我的脖子 就跟神祷告说 圣灵的恩高 高膜来医治我的声带 也让我戒掉 这三十多年来的咖啡 没想到 我的声带就越来越好 可以出声音了 在四月二十九号的时候 我们区里面有五位的姐妹受洗 当时要带领诗歌跟圣灵充满 没想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顺利 在带诗歌的当中没有一点的困难 我真的是感谢神 因为参加教会 四月参加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医治团队的操练 使我也被得医治 也使我能够也戒掉三十多年来的咖啡的饮 四月三十号我去国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说 我已经被医治好百分之九十了 感谢主神医治了我 我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在天上的阿爸父